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美股的最新消息 而继续其他新闻再来看的是 美国正式通过了国安包裹法案 将近美国T-talk必须跟大陆母公司 字节跳动切割 法案生效后9个月内 抖音必须找到非中资买家 否则会被禁止营运 而抖音执行长周寿茨表态 不过做切割会抗争到底 这家认为就会让美中科技战更加激烈 为了抢年底大选的选票 拜登聊洛奇开始玩T-talk 但现在是自己打脸自己了吗 拜登签署通过的国安预算补充法案 不只是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 还强制T-talk与中国大陆母公司字节跳动 断得一干二净 意思就是从拜登签署法案开始 倒数270天内 T-talk必须找到非中资买家 否则在美国就是关门大吉 白宫澄清不是禁令 并非针对T-talk 而是针对背后的中资 但是T-talk显然不这么认为 执行长周寿茨亲上火线 反击白宫辞法是违宪 放话抗争到底 之前T-talk执行长周寿茨 一人面对美国两党议员轮番拷问 这一幕让他一战成名 这一回又放话立抗白宫到底 只是这项禁令 对T-talk上的无数小网红们来说 是晴天霹雳 美国的T-talk用户有百分之五十六 都是18到34岁年轻人 正是大选中最关键的年轻族群 但现在 大探对拜登很失望 更担心的是能从中分润赚钱的平台 可能消失 没了收入 该怎么办 像是这位网红 Kaleb Simpson 以开箱各种公寓的影片走红 在TikTok上有多达一千万名追踪者 坦言如果真的被禁 那可能短时间内荷包免不了受重伤 但是也有人相对乐观 不管是什么样的平台 年轻人适应速度快 也能找到生存之道 倒是美国这次以国安为由 认定北京政府 透过字节跳动的海外版TikTok 收集美国用户资讯 有专家认为根本是放错重点 畢竟社交网路平台这么多 TikTok并非唯一 再来可能激化美中科技战 而中国大陆面对美国这样的做法 之前就不断抗议 批评美国就是霸凌 现在TikTok要诉诸法律 状告美国此法违反言论自由 之前2020年 TikTok就曾挡下川普禁令 这回又是一场美中角力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再来看台北时间 今天晚间的8点59分 大陆神舟18号顺利载人 飞上探空 这次三名大陆的太空人 年纪都很轻 都是所谓的80后 而这次的任务呢 包括将首度在太空中养鱼 4 3 2 1 点火 台湾时间周四晚间8点59分 点火升空 深周18号 中国大陆第13趟载人任务 要去太空站待大约半年 里面载的就是这三位 排排站都是80后 也就是西元1980之后 出生的太空人 再上太空 就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我和我的两名队友 以及整个航天团队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最年长的叶光复 18岁加入解放军 2021年 曾经跟着神舟13上过太空 这一次飞行呢 我想更多的是 一种使命 责任 还有就是考验和担当 本次任务 叶光复是唯一有太空经验的人 担任指令长 带着两位学弟 东朝下来呢 他会一直会 就是跟你讲一讲 天上是什么感觉 然后水槽里有什么感觉 天上和水槽 还有不同的感觉 菜鸟之一 李聪 1989年生 曾经是解放军战机飞行员 早就习惯5G的拘力 但太空训练更艰难 当我真正开始这个选拔 做8个G40秒的时候 就感觉胸口被压得完全就是传不上气来 另一位李广苏同样也是战机驾驶 2020年才入选太空人 强化使命担当 接续奋斗 跑好我们这一棒 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 三位大男生上太空 这回神舟18号除了和即将返回地表的神舟17交接 还要做哪些事呢 我们的空间站在运行期间受到过空间碎片的袭扰 我们这次的任务涉及到把我们整个空间站尽可能的防护起来 首先得补强扩大太空站防护防撞系统 需要储藏工作 因此行前训练包含水下精密操作 不过真正任务亮点是这个 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首度养殖的脊椎动物就是斑马鱼 另外加上金鱼藻 挑战太空上氧气二氧化碳自给自足 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水生生态系统 它除了有鱼以外 还要跟它一起共存的 这个给它提供氧气 给它提供支持的一些其他生物 之所以选择斑马鱼 因为人类七成基因 可以在斑马鱼身上找到对应基因组 分析生物反应更有代表性 斑马鱼产的卵将被系统收集起来 未来将由航天员带回地面 供科学家开展下一步的研究 除了成物 还有各项科学实验等待进行 美国NASA署长就承认 中国大陆航太发展迅速 尤其过去十年突飞猛进 他警告北京政府恐怕在所谓民用太空计划里 暗藏军事目标 不过太空竞赛 美国也很努力保持领先 NASA 阿提米斯二号预计明年下旬登月 要在月球上设迷你太空站 而美国航太这星期也突破大瓶颈 远在240亿公里外的航海加一号探测器 NASA团队成功排除受损故障 亏为近半年 现在又能回传宝贵的太空数据 特别新闻 最后报道 好 接下来看北京国际车展 在今天登场 总共有117款新车 在这个场合首度亮相 大陆电动车快速崛起 欧美大厂也开始感受到压力 那么也要扩大发展电动车 因为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 全球电动车销量去年成长了35% 而大陆销售的810万辆占了一半以上 北京车展睽違四年 盛大登场各大品牌 卯足全力互噶电动车 后面这款充满科技感的 就是B&W New Class纯电概念车 未来将提供多种款式 供选择 B&W似乎也想走车海战术 目标2030年前 旗下一半车辆属于电动车款式 其余德国大厂福斯奥迪 也要抢夺市场大笔 欧美车厂开始感受威胁 因为北京车展放眼望去 都是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馆内 分别有一一馆里面有极客 其锐 申兰 爱安等等 像一二馆里面有蔚来 领跑 第三馆里面有长城 全家福 主要原因还是电动车市场快速成长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最新报告 全球电动车去年销量 大幅增加35% 来到破纪录的近1400万辆 当中更有超过一半是大陆汽车 2023年以302万辆的销量成绩 夺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年度销量冠军 报告指出比亚迪等中国车厂 凭借大规模制造和价格的优势成为大赢家 看看近几年大陆电动车销量 从2020年的110万辆 上升到2023年的810万辆 预估2024年销量还将上看1010万辆 秘密妈妈新车 摆满浙江宁波的梅山口岸 这些全是大陆准备出口到海外的新能源车 今年一至两月 宁波口岸共出口新能源汽车5000余辆 获值4.5亿元 相比2023年梅山口岸新能源汽车 出口车型进一步拓展 当中涵盖40多款不同品牌 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根据统计大陆三月汽车出口量来到40.6万辆 同比成长39% 环比成长36% 创下历史最高月度的出口数量 在国外是非常有优势的 不单市场比较大 而且我们的价格比国内要高很多 部分大陆品牌还干脆在海外设厂 除了有阿维塔科技部署泰国 吉瑞汽车落脚西班牙 比亚迪则选择匈牙利 至于刚进军电动车的小米 虽然话题不断却表示未来三年将百分百聚焦大陆国内市场慢慢站稳脚步 而美国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则是继续受到大陆品牌低价车海战夹杀 不只第一季财报年减百分之九 甚至得在美国大陆日本等降价促销 尽管马斯克又宣布要提前推平价车款 但分析师不太乐观 军修电动车版图悄悄改变美国贸易代表多次提及不公平竞争几个关键字 点名大陆以加大补贴不当压低价格的方式 有为市场正常机制 也酿成产能过剩 不过对此大陆有话要说 首先我们来看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报道说 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围攻与抹黑 可以找来媒体的报道认为一切都是美国的攻击抹黑 但不止美国市场受到挑战 欧洲这两年也因为通膨的问题延后电动车的转型时间 相反的大陆不止压低车价 还开始简化民众办理安装充电桩的流程 从这样的局势来看 欧美日品牌在电动车市场上 恐怕还有一场硬价要面对 有新闻 中文报道 不过说到车再来看 有时候买二手车因为价格比起新车便宜 又有着经典的外形 不过其实老车二手行情价 年年看涨 尤其是经典的或者是已经停产的 都是不少玩家抢着收藏的 鲜叶的黄色烤漆配上双门又运动化的外形 即使从1994年推出至今俗称硬地瓜的跑车 将近30年了 二手行情价还是年年看涨 原本在美国定价大概是两万美金左右 然后现金我在大概一年多前购入 差不多啦差不多价格 像我这个其实当初买回来状况就还蛮好的 然后像之前它光坐引擎大概就坐了三十几万了 而像这样的二手车有的里程数高 有的车况不好 印象中都是折价再折价 只是在玩家眼中并非如此 主要来说是因为这种车是日本车 就是有一个名词叫JDM 叫做Japan Domestic Market 就是日本独有的一些零件的概念 然后这种老车特别是本田车系 就是整个全世界其实都在行 大家都很喜欢这种车 所以它的价值其实就是撞一台少一台 所以物以稀为贵 而且像他们这样的车主 把车整理好后 还会拍下影片留作镜面 大家常说车就是男人的小老婆 不只要捧在手心疼 更是不准别人乱碰 花再多钱都觉得值得 而这句话就是这样的道理 再加上只要保存得好 不仅保值 甚至未来要转卖 还有增值空间 而玩老车的在台湾可不少 其实各经典车 都有一票的人在收藏 像这群玩家还成立了交流协会 一群爱好古董车的车友 等于是集合在一起 然后在特定的场合 我们就办车剧 那之后就跟企业 跟地方政府的活动也连结 那也跟观光局 交通物观光局的一个部分 也有去做拍摄 跟推广台湾的观光 这个当年的设计 就是它没有逼住 然后无窗框的设计 到现在其实还是很拉风 在玩家眼中经典还是最美 尽管二手车价格 比起新车价会比较低 但还得花一笔钱去维修整理 甚至有的时候 像这样的经典老车 有部分零件通常都得等等等 而且保险也不太愿意承报 事实上每一台车 有它的国际价值 它的国际水准的一个估价 但是在保险公司来说 在商业来说 它们确实是有困难 打个比方 我们时常从国外 或者是在台湾买一台车 在国际上的价值 跟实际上 海关啦 他们所认定的价格 是完全不一样 未来交通部说 像这样的车都能够来领 古董车车牌 但是有四大条件 第一就是车龄要超过35年 第二是要跟原厂取得证明文件 而且还要跟出厂的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第四 国内外以领造使用未报废的车 但这样的车子 你领了古董车牌 并不是你想上路就能上路 虽然限制有点多 还是希望有个制度规范 否则依照保险业者来说 车一落地就开始算折旧率 车体保险的金额 说你剩20万 但像这样已经是老爷爷等级的古董车 光是修复的成本跟时间都是难以估计 其实我这确实是非常难估算 因为这台车原理上我总 充满到手上一直到整理完毕 总共花了五年多的时间 才变这样子 才能够上路 零件上在台湾不好取得 一般都是必须从国外去订购 然后再来有些老车零件也不是说国外订购就有 可能必须全世界去搜寻 比如说目前最难订的一些老车会从胶条 玻璃或是一些小零件 之后会因为是国外必须手工去做 然后国外可能还没排上线 所以有时候可能一等就是半年 一年这样子 尽管老车模样经典又耐看 有些更是传承着历史故事 价格见仁见智 却也代表着它的价值跟吸引力 只是别一时冲动 下手前还是搞懂可能会遇上的状况 因为花钱维收保养都是最基本的 别忘了还要定期验车 PBB新闻中的荣幸轮台北采访报道 所以今天时点不一样精神 先来关注的话题 电价物价不断的涨 生活成本持续增加 大家压力都好大 尤其对隐性贫穷族群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就表示了 我国隐性贫穷族群 大概占全台人口的百分之六 人数超过百万 真的蛮吃力的 因为你要准备一笔钱 不知金额的电费 你不晓得有没有随时会爆掉 拿出家中电费通知单 满满无奈 小玉妈妈是为单亲母亲 在餐厅打工 每月领最低时薪过活 月收入约一万二一万三 四月起电价调涨后 消费支出增加 收支更难平衡 如果万一超二 我可能就是要多准备一点 像时薪才一八几 那我是要多算多久 我要工作多久的时间 去换算 我才有办法缴这个电费 以往夏季电费 每期就要两千五到三千元 涨电价后 荷包势必更吃紧 同时还要应付房租及通膨 生活将更困难 四月起电价调涨 对能源贫护来说是雪上加霜 根据家福基金会的调查 有超过六成的家庭 曾缴付出水电费 但有近四成的家庭 水电的能源开销 超过所得的百分之十 陷入能源贫穷困境 一般来说 弱势家庭常使用老旧的电器设备 不仅效率低 容易故障 也存在安全隐忧 家福基金会认为 政府可以透过补助 来提高家庭收入 或是能源价格折扣 减轻能源贫穷 家庭负担 经费的补助 直接在他们的所得里面都提高 让他们有多一点钱 去支应这样的一个负担 能源的价格上 可以优惠折购 台湾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预计有五十六万人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四 我国政府目前所认定的贫穷 是依据社会救助法 低于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百分之六十 但其实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的人 却因为户籍限制 虚拟所得等问题 无法取得中低收入户的救济资格 人数超过百万人 东吴大学社工系教授李淑荣认为 社会救助法应该修法 废除虚拟设算薪资的做法 改采实际收入来认定 才能真实反映贫穷人口的生活现况 那我觉得社会救助法 我们希望这次不是只是一个微调而已 希望能够针对我们 我们经常被诟病的三个部分 就是说第一个你用的是扩大家庭 而不是反应实质的核心家庭 那第二个就是说 没有工作的人也给予了这个虚拟的 这个设算的最低工资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 有那个财产财产的一个限制等等 我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一个低收入户 贫穷的家户能够进到我们社会救助的体系 从主机总处日前公布的 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看 年增率3.08% 不仅再次飙到三字头 涨幅也创19个月新高 对于这群隐姓贫穷族群来说 许多是临时工打工族收入相当不稳 专家表示 一旦物价上涨 就算政府近年来不断调涨基本工资 他们未必是直接受贿者 反而面临更大压力 2022年来讲 你这个薪资的成长是2.86% 但是通膨呢却涨了2.97% 所以事实上又等于是负1 负这个0.11% 所以虽然政府有努力的在调升这个基本工资 可是这个我觉得注意是有限的 其实有一大部分是临时工 是散工 是不定时的 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办法稳定的工作 因为刚说有疾病议题 照顾议题 家庭生活议题 这群隐性贫穷人口被排除在社会救援体系之外 得不到援助 涉救法是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 政府应正式弱势权力 维持贫困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准 不要让百万穷人求助无门 TVBS新闻 罗世彭何向阳刘彦宣台北采访不到 再来看资料显示 今年全国1月同时有房贷信贷人数达到36万多人 数据杀新的历史新高 而且跟2014年也就10年前相比人数成长了高达25.1% 我们大概是两三年前买了预售屋 然后在去年左右开始正式交屋 所以开始做正式的贷款 那我们目前贷款的话是以最高层数带到八成为主 因为是新建案 因此银行房屋净价的结果还令肖先生满意 这样就能有余裕做其他规划 房贷大概目前台湾是2%多 信贷大概频率到3到4% 其实贵了将近一倍 那我们当初考虑到说贷到最高 是因为2%你现在目前很多的金融商品 其实你可以cover这2%其实很容易 可是如果说信贷的话3-4% 你要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比较 产品来讲你要胜选比较难 来够可以cover到这个的东西 cover到3-4%信贷这个利率 再加上银行有给宽限期的优惠 压力也不至于这么大 宽限期到其实我们还可以考虑说 再换比价银行再重新争取宽限期 所以等于说我们房子前面先有个投期款 后面其实每次都只要付利息就可以了 那我是觉得其实拿信贷的部分做投资 我觉得比较不建议 因为毕竟它的利率比房贷高 那变成你要在获利的空间 我觉得就会有点被压缩到 不过根据住商机构统计 联征中心的资料 比较2014年至2024年间 历年1月的个人房贷与信贷状况 发现2024年全国1月同时有房贷和信贷的人数 达到363580人 数据刷新历史新高 而且与2014年相比 人数也成长25.1%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结构的改变 那就是说出群与年轻人居多 那就是说在买房的自备款资金的这个缺口上 可能会有一些些不足 必须透过这个房贷之后的这个信贷 来补足这个资金的缺口 以信贷来讲 大部分有些人他们的年轻人大概使用的 这个在方面上他会使用在说 除了这个房子装修或是天后家具 加上近年来股市热 也有不少年轻人大开杠杆 将信贷作为资金投入股市 尤其也发现使用信贷的族群趋于年轻化 其实现在大概普遍的这个投资的年龄 大概在25岁到35岁之间 这个年龄层其实是蛮明显的 以在20年开始 事实上这个的年轻化的趋势是明显的 就是说它有增长 那其实在整个的未来上来讲的话 应该这个的比例会持续的在增加 根据联征中心的统计 一月双贷族 他们平均的房贷是568.8万元 而信贷的金额则是101.7万元 这两者最近十年都有所增加 其中房贷十年的增加幅度 从2014年平均333.9万元 增加至568.8万元 涨幅70.4% 信贷十年间从平均53.9万元 增长至101.7万元 增幅也有88.7% 现在可能不管是投资股市 还是这个在房市的部分 因为增值的这个状况都蛮可观的 所以也让民众会觉得说 我给付这个利息 相对起来这个成本我还能负担 因为我可能可以在这一个 不管是房市还是股市的这个获利上面 其实可能会比我想的更优渥 即便央行升息 但台湾的利率放在全世界相比 还是属于利率偏低 因此不论在房贷或是信贷上 民众只要有把握 借贷的意愿也会增高 长辈那个时代 他们为什么不兴盛借钱 一方面是传统观念 使然觉得缺乏人钱就是缺乏 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你大概回溯到 这个78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利率水准非常的高 那个时候可能房贷利率是十几% 那你信贷利率可能就更高 现在整体我们刚刚有提到 整体的利率水位 其实在大时代来说 以及全球环境来说 台湾的利率水平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中低水平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说其实现在的民众 他对于这个投资理财的观念 是比早年的这一些长辈 来的这个灵活 不过民众借信贷做投资 也要评估自己能承担的风险 万一遇到短期资金缺口 或是获利不如预期 导致还不出钱可就麻烦了 TVB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 台湾报道 空防威胁与日之增 是否该天够更新更强的战机 取代在台服役超过25年的幻象 2000战机呢 这五年来这个问题 持续受到各界讨论 中共打着维权大旗 日复一日加大武嚇力道 我国空军战机战备紧绷 不分昼夜或是北中南 特别是距离对岸最近 也是北部唯一的空防战力 二连队挥下幻象战机 即便机队服役超过25年 仍然是防卫蓝图中 不可或缺的存在 幻象战机在整个规划的过程中 主要它是担任F-16的初级的任务 它来做随办掩护 前置扫荡或者是区域掩护 甚至它担任空优战机 F-16最适合是在3万多尺 4万尺它上去之后 要跟幻象战机做一个 垂直立体的爬升的话 确实没有幻象那么快 引进6套的电子震度加仓 是唯一可以接受全频谱 包括战斗机的 这个飞弹导引模式的 这个电子震度加仓 说到之后 参数还可以及时练船 所以这是它独特性的地方 其他机种没有这个东西 不过连颇劳矣的之一 和军备系统单纯化的建议声 全都没断过 争取端长起降新战机 成为国内主流认知的现在 专家提出不同角度 以这个F15EX这个战机来说 它是重型的双发动机的主力战机 所以它的这个吸弹量 跟它的航程 都会是我们现有战机的 至少两倍以上 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跑道时程 就是说维修时程 至少能够撑过两个90分钟的 这样的周期 然后携带大量的这个空对空飞弹 升空以后在空中进行一个 长时间的这个空战 2021年首次试飞 就秀了一手大马力爬升 F15EX的机动性不在话下 29500磅精准武器筹载重量 飞行急速2.5马赫 17000公里续航力 最大声线更上看6万英尺 搭配了先进任务电脑 单看账面数字 样样远胜于幻象2000 和旧型的F15 其实早在空军 拍板采购66架F16V以前 当时F15甚至是超级大黄蜂 都曾传出被纳入选项 不过不论结果 圈内都将这个决策 和规划泰除幻象战机 直觉连结 买幻象的时候 唯一三型主义战机 只有幻象 它的空对控飞弹 买进来的数量 是多于现阶段F16 或者是ITF使用的 飞弹将近三倍 如果在后来的 接续进来的66架F16V 那就190几家了 如果我们还是换 这两个美系的战机进来 那超过200架 那我们的中层空间 我很担忧 每一架可以挂的 可能不足两枚 弹药不够 金钱能解决 但最重要的飞行员 换装养成 时间千金难买 当然有更好的机种 当然是可以做取代 当然是 可是牵扯到整体换装 跟整体后勤的问题 印太司令曾经提过 2027年 中共可能要攻台 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再换机种 这换向连队的 这80几个飞行员 短时间在这时间内 有没有办法成功转换到 另外一个机种去 然后并做这些 这个支持战备的情况下 是有问题的 其实从空军近半年来的 四波采购动作来看 从战机机身 飞弹和发动机 乃至于航电电站系统的 维修零附件 一共斥资了245亿 显然幻想再战10年 不是传言 因为战力除旧不新 必须建筑在新的构案 已经获准执行 F-151S 到目前看起来 实际上它的第一架交机 研制了两年多 美军其实对它 是有一些问题在的 如果在QA完全交代以后 它在2025年 可以进入一个月两架 它光要交付美国空军 就应该要交付到2030年了 再加上目前 以色列跟它提出 50架的紧急采购 所以印尼的24架 跟波兰的32架 这些东西再这样做一个编排 如果我们摆进去了 纵使美国愿意卖给我们 把它排入排层里面 都是2030年以后的事 空房战力更迭 没有标准答案 唯一的原则是做好通盘规划 不让防线因为换装 出现间隙 体育别新闻 比青尾一日福特不动 医院的护理师人 力荒还没有解决 没想到人才库的源头 也出现缺口 护理师考试及格人数 济专校院毕业的学生 约占八成 但今年报名人数创新低 我看那个161好像不太舒服 我们帮他量一下血压 好 OK 我过去哦 病患一有状况 护理师就得随时standby处理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不只如此 还得准备医疗器材 整理病患资料等 护理师在医院内 是无可或缺的关键人员 但近几年也同样进入缺工时代 在疫情过后的这段时间 其实非常多同仁 都是会选择性的离开 暂时离开工作港院 因为其实在之前 疫情的那段时间 护理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就是疫情过后 就想要休息一阵子 所以我们除了说 招募我们这些新进人员之外 我们希望这些 曾经在医院工作的 暂时休息的这些人员 可以吸引他们回流 所以我们又做了很多的一些 临床的友善的职场 今年医院特别做了真才影片 四五月就先开始前进校园介绍 各院备战抢护理人才 动作得加快 因为学生数也越来越少 护理师考试及格人数 继专校院毕业约占八成 但是看到统测卫生护理类报考人数 2019年还有3689人 接着就连五年都下滑 2022年已经不到3000人 今年更是只有2083人 创下历年新低 等于医院护理人力 本身就还没解决 人才库源头又有缺口 雪上加霜 这样的数据除了反应少子化 学界也认为 技高无专业群科 对应统测 未护类考试 导致学生准备上有困难 连带报考意愿就不高 但当然还是跟整体的 护理工作环境脱离不了关系 招生端的这个部分 增加10%的 护理系的学生的招生的人数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是画错重点 会有护理师的严重缺口的主要原因 应该是在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薪资跟待遇的问题 我们对于所谓的 这个医疗事件来讲 以及就是暴力的 玲珑忍的一些态度 跟能够在医院的立场上 去力挺护理人员 学校源头学生数减少 最终还是反映在第一线的医护不足 教育部规划把招生名额 扩充10% 但这恐怕效益不大 因为医疗环境和薪资 普遍被认为是重要因素 无法吸引心血加入 因此如何优化职场条件 才是真正质本 担心这个暴力 然后又担心被告 所以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是家总在这个工作环境 是不是够安全 够友善 成立的宗旨是以智慧护理为核心 AI时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带入护理念的话 会让护理师在工作的时候 不至于那么的血汗 卫福部也不是没有注意到 先是提供夜班护理人员奖励 不然是美意 但又野生非夜班人员 领不到家籍 问题还是没解决 在急诊 在开招房 在很多学艺透析等等 很困境的地方工作的人 他事实上是没有被捕捉到的 虽然已经说要在研拟 在114年 希望再有一笔 有机会可以把 反动津贴的部分拉进来 可是毕竟那还是在114年 而且有没有经费 我们也不太确定 以今年来看的话 事实上还有2万多人的缺口 需要补足 从源头要去让护理人数能够增加 所以我就提到说 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 我们医疗的机构 就是要跟政府 大家一起来合作 把职业的环境把它优化 若薪资与工作压力不成正比 医疗大环境又不佳 当然又因旧不足 不只留不住职场的现任护理师 更难以让新鲜人愿意就读投入 长期下来冲击的 还是就医品质 和病房的服务量能 很多人都有下背痛的经验 但长期背痛 特别是伴随着夜间疼痛 体重减轻下肢无力 务必记得要赶快就医治疗 下背痛是门诊常见的病因之一 下背痛广泛的定义 就是从肋骨的下缘 到臀部的上缘 疼痛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 像是刀割 或者是闷闷的痛 以及神经抽痛 有些人晚上睡觉会痛醒 或者是在走入或运动的时候 会突然间出现疼痛 因为它这种疼痛的多样化 所以蛮多的疾病 都常常会被误以为 它是下背痛 所以我接下来举例 三个病因跟下背痛 可能会被误解 这三个疾病 都是耗发在髋关节的问题 第一个疾病是最常见 就是所谓的梨状肌症候群 梨状肌是在我们髋关节的后方 它主要是负责是我们大腿的一个 外转跟外展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在走路 或是长时间久坐 或者是做一些劳动 齐力蹲下这种劳动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形态 或劳动工作者 常常就会有梨状肌发炎的情形 它是有部分的局限性 那问题在哪边呢 就是因为我们核子公众 在做检查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标准的摆位 跟标准的位置 但是在有一些下背痛的患者 他们来说 他们的问题并不在 这个标准检查的这个protocol里面 所以有些地方会漏掉 那些漏掉的地方 反而很有可能是那些患者 长期背痛治不好的病状之一 我们可以做一些运动 来增加脊椎或腹肌的肌力 耐力跟它的柔软度等等 让它将来再发生背痛的机会 可以比较减少 那再来是是不是要做手术呢 通常要手术 有已经产生肌肉无力 或是大小病有问题的时候 就一定要手术 当然是要透过适度的休息 我们同时可以使用冰敷 或者是热敷 来减轻这些疼痛跟发炎 那我们也可以寻求一些物理治疗 或是适度的运动 来加强背部肌肉 讲到这些伸展运动 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背部肌肉 同时可以强化我们的背跟腰 根据统计 高达八成的人都曾经历下背痛 然而其中大多的病例 属于无法找到原因的 非特异性下背痛 对于这类疼痛 可选择使用止痛药物 仪器治疗 物理治疗 或是脊椎旁注射治疗 多数情况下 均能逐渐缓解 仪器治疗包括 肋肤 拉腰 电疗 而物理治疗 则注重于手法角质 和运动治疗 对于病患做一个评估的时候 不管是病史 还有理学检查 都必须要做一个 整体性的评估跟询问 才能帮病患找出 这个真正的下背痛的原因 那免于病患做一些 不必要的手术治疗 或者是介入性的治疗 长期的背痛 特别是伴随夜间疼痛 体重减轻 下肢无力 就要前往医院做专业评估 找出骨松性压迫性骨折 病理性骨折 腰椎滑脱 椎间盘破损发炎 脊椎感染等疾病 来评估手术治疗 以缩短病程 当下背痛合并 做骨神经痛时 则要区分疼痛来源 是来自于腰椎 还是臀部 若是臀部的病灶 腹健科医师会选择 使用超音波导引注射 背痛的原因 可能是长时间姿势不良 造成原因可能 有些时候是 长时间的姿势不良 有些时候是突然的 失利不当 压力情绪造成的肌肉紧张 或者是外伤 车祸这些意外事故 甚至有一些病人 被以为是下背疼痛 注骨神经痛 开了脊椎的手术 才发现其实是 髋关节的一个 退化的一个问题 不要站太久 不要坐太久 那不要弯腰 然后也不要 就是坐得太低 那对于运动方面的 保健来说 就是我们在脊椎 在活动的时候 它会需要一个 非常高度的稳定 那这时候就必须靠 我们的一些肌肉 跟核心来做 来做 来做这个脊椎的支撑 医师提醒 背痛的预防 要从小细节做起 保持正确的姿势 同时定期进行 肌肉的强化跟伸展运动 也要注意体态的控制 过重的体重 也会增加 脊椎的负担 绝对不可轻忽 TVBS新闻 陈如环 李黄龙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